公广集团 华氏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华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网际网路应用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网际网路应用的课程 在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九奖 我们要讲的是网路安全 我是卓江老师 我是林宏仁 在开始前我们还是一样来看看 这个单元的单元目标 在这单元目标我们介绍 第一个是网路的隐私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的是电脑病毒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使用者我们的同学 几乎每天我们都会使用网际网路 去浏览网站的资料 当我们去连接到某个网站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电脑 我们使用者的电脑 我们同学的电脑 都会传送封包给对方的网站 传送封包 我们跟主机联络的时候 我们就把封包传到对方网站上面 而且我们会跟对方的主机 要求某些回应 让我们从字卡来看一下 封包的定义 在我们的传输里面 通讯传输技术里面 我们的封包 它是一种格式化的传输资料 它是基本的传输的单位 讯息传输单位 那么在封包里面 我们记录了使用者的网路地址的这些资讯 所以说我们从字卡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在传输的时候 我们会利用一个 像说封包的一种传输单位 跟主机做沟通 我们把资料传给他 我们把我们的资料 我们的要求就存在封包里面 然后传送给对方 那主机收到的时候 也许给我们一些回应 所以我们在网路上 其实都有很多的封包 来往往 来传输 来联络 就是主机跟使用者之间 来传送讯息 那么因此我们知道 因为有一些 因为这些封包里面 会记录了某些资讯 所以实际上 我们同学 我们使用者 在网路上面的行为 其实是可以被记录的 其实也是可以追踪的 我们同学在一开始 要这样的认识 所以我们其实是建议同学 在网路上面使用的时候 其实是不可以心存侥幸说 我们是匿名的 没有人知道我 然后就做一些非法的行动 其实你也知道 因为我们的资料 我们的地址 我们的网路的IP 我们其实记录在封包上面 跟对方传输 所以如果被记录下来的话 其实是可以追踪的 所以同学不要因为这样 心存侥幸 然后就进行可能 有些非法的活动 那另外一方面 同学当然会 大部分的同学 其实都不会 因为网路的方便 来进行一些伤害别人 或者一些 违反法律的这些行为 可是我们在学习 比方说我们今天要讲的 资讯安全的时候 我们也要知道 因为我们的资料 其实是可以被记录 其实是可以被追踪的 所以我们要更重视 在网路上面的 资讯安全的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字卡上面 好 除了使用 比方说我们的网路地址以外 我们收送方的资料 存在于封包之中 在没有加密的时候 我们传送的资讯 是用名文来存放 如果我们照到 骇客的拦截以后 很容易被辨识 然后被非法使用 所以我们这里说的名文 就是说没有加密的资料 那加密的资料 我们把它叫做密文 好 那我们理解这种名文 跟密文之间的关系 我们也知道说 在传输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来看看 在网路上面 其实很多的使用者 在网路上面的活动 其实我们都是用 匿名的方式来进行 也就是说 我们并没有说 登录什么什么账号 用匿名的方式进行 那么如果用匿名的方式 去发表文章 其实会让很多的使用者 我们同学之间说 我是匿名的 其实没有被记录 所以会有一些 像是身份比较隐私 比较隐秘 被隐藏的这种感觉 那可能就会比较不注意 也许在网文上面的规定 会容易触犯 像是法律上面的问题 比方说我们会侵犯 或者是侵犯智慧财产权 或者是触法 那么为了保护个人的隐私 使用这种匿名的方式 或者是滥用匿名来发表文章 其实又会导致我们的读者 来接受错误的讯息 所以这种利弊得失 其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图表 我们的图卡 那其实在目前的时候 比较多网站的做法 其实是允许我们的使用者 用匿名的方式来浏览网站 但是如果要发表 或回应文章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登录 个人的身份 才能够进行 那这种方式 主要就是说在我们的个人隐私 还有我们的像是言论的这种免责权之间 来进行的一种比较 取得一种责中式的做法 那这个在普遍的网站上面 我们一般都是用这样子来要求它 那么除了我们在网站上面发表文章 会被要求比方说要登录个人的身份之外 那比方说像我们使用像BBS 或者我们使用像我们之前介绍的部落格 或者说我们之后要介绍的像是 像是电子商务 网路购物之类的这样子的应用 实际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那网站也会要求我们先登录个人的身份 那这些登录的资料 它实际上同学会说 那我这个网站登录的资料 我注册资料到底是放在哪里呢 那主要这个资料 当我们登录 当我们送出被确认之后 这些资料呢 主要都是被储存在 比方说我们的网站 网站的主机的资料库里面 那所以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字卡上面的说明 所以如果说我们网站管理人 他滥用了我们的资料的话 那比方说像有些转记转记资料 比方说贩卖使用者资讯 都会造成使用者困扰 其实这已经不是造成困扰而已 这样已经会有侵犯个人隐私权了 所以妥善的管理储存于资料库里面的 会员个人基本资料 那么这个是网站经理者 很基本很重要的工作 那么有一些工作 比方说我们需要登录 个人身份才能使用的 这些网站的这些功能的话 我们一般都会在注册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提醒 跟我们的使用者说 现在提供的这个注册资料 个人资料是不会 也是不可能被作为其他的用途的 那透过这样子的 比方说文字的宣告 让使用者能够更加放心 但是实际上如果说网站的使用者 滥用这些资料的话 那其实是有触犯法律的嫌疑的 这个可能在网站的管理者 也要能够理解这样的事情 那么我们的使用者 如果进行像是网页的浏览 或者说我们跟一些网站进行互动的时候 那有一些互动的资讯 实际上也会被记录起来 最常见的例子 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档案 叫做Cookie 那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要说明我们可能需要 再更多一点时间 那因为现在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再继续 那么在刚刚的说明里面 我们说如果同学呢 使用了一些像是浏览网站 一些比方说购物网站 或者是某一些特定的网站 他们其实会有一些浏览的资讯 被记录起来 那这些记录起来的网站 记录起来这些资讯 被存在一个叫做Cookie的档案里面 那我们就来理解一下 Cookie的这个档案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在我们的使用者的硬碟里面 它可能会存在 有网页程式写入的档案 那这些档案呢 我们把它称为Cookie 那么这些Cookie档案的内容呢 包括像是使用者 去浏览某些网站的行为记录 好 那么我们也知道 刚刚理解的Cookie是一些档案 是被我们的网页的程式 被写入到我们硬碟里面的档案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这些被写入的这些档案的Cookie 它里面包含的讯息 可能都不一样 可能都不一样 比方说某一些网站 它可能会把客户点选的货品的资料 把它填写进去 然后方便以后比方说 我们再次去拜访这个网站的时候 那么它还可以认识说 这个使用者 以前他在我们的网站上 他逛了某些 逛了哪些产品 还可以显示给他看 所以说可能刚刚我提的例子说 购物网站 他填的这个资料 是我们以前购买的商品 浏览过的商品 可能有一些网页 他的网页程式填的资料 就不太一样了 可能有一些是说 我们曾经去成功的登陆过这个网站 比方说我的电子邮件网站 我曾经成功的登陆过 那么我们下一次 再去登陆这个网站的时候 他可能就不会要求 使用者再重新填他的 使用者账号来密码这些资讯 可能就会让他直接使用他的资料 那么直接让他使用资料的原因 主要也是因为 有一些像是类似Cookie的资料 被写到这个使用者的电脑里面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他可以认识说 这个人曾经在某些某些时候 那也登陆过这个网站 那只不过同学也要理解一下 这些Cookie被填写的资料 一般都有一个时效性 也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存活的期间 也许说这个Cookie填写的资料 已经超过这个存活期间的话 那一般它也不会再被使用了 或者会被删除掉 不会再被使用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认识就好 那么提到这样的想法 主要还是让同学知道 我们的登陆讯息 其实是会被记录下来的 同学可能就会觉得说 在网路上其实除了操作之外 还有很多讯息的记载 讯息的记录 那我们是以前都没有发觉的 那透过这样的想法 我们可以知道 实际上是有这样子的细节在进行 那因为我们的Cookie档案呢 它记录了我们个人上网的这种讯息 那么因此也就会有一些像是 个人隐私 或者是一些资讯安全的问题 那尤其是说 同学可能说 我在公司 或者我在学校的电脑里面 去操作某一些 比方说要登录帐号密码的工作 那登录之后呢 可能在我们的公用电脑里面 就会把刚刚同学的浏览行为 比方说 像是去逛了某些物品 某些商品的这些行为呢 就会写到 一样又被写到我们 公用电脑的硬碟里面 写到这Cookie里面 那所以说 我们还是一样 提醒同学在使用这样子个人电脑 公用电脑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有一些操作行为 其实是被记录起来的 那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可能就说 在离开这个电脑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做一些 某些资料的清除工作 假如这样子的行为 同学是不希望 他被其他人知道的话 好 那同学可能说 那我的Cookie怎么办呢 我的Cookie已经被写到 电脑里面去了 我怎么样去管理 这个Cookie档案呢 那如果同学要管理 自己电脑里面的Cookie档案 其实它是蛮单纯的一个文件档了 所以同学就可以下载一些免费的工具 透过这个免费的工具去管理它 什么免费的工具呢 比方说像Cookie Viewer 之类的一些免费工具 那我们其实是蛮建议同学 可以去观看一下 自己电脑里面的Cookie档案的内容 那就对于 比方说自己的上网浏览行为呢 会有更清楚的了解 那有时候呢 这种Cookie的管理 不一定要有这些工具 在同学的浏览器里面 也会有这样子的选项 那同学可以在浏览器里面去操作它 也可以保障 更加的保障自己在浏览 自己在使用电脑上面的一些安全的问题 也许会有一些不想泄露的资料 这种安全的一些保障 那我们就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有理解了一些像是Cookie的内容 那我们就透过像是PowerPoint上面的说明 我们来看看这些我们刚刚的讲法 跟我们的画面来互相做一个印证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的PowerPoint上面的说明 好 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范例 简单的举例 有时候我们去浏览某些网站 比方说我这个是露天这个拍卖网站 我们可以去浏览它 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 我很久以前我浏览的资料 怎么他都知道 他都记得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以前的浏览资料 它实际上都被记录在我们的Cookie里面 所以同学在刚刚知道的这样的想法之后 就不会觉得太意外 说以前浏览资料那这个网站都还记得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检视Cookie的内容 那我们刚刚也有建议同学 也许可以找一些Cookie的一些简单的工具 可以把我们网站里面的Cookie 把它列出来看看 那透过这样子的操作 同学其实对于自己电脑里面的一些 比方说像我们浏览记录呢 会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也就是说很多资料 其实它是会被记录下来的 很多动作其实是在我们浏览之的后端 它被处理的 那我们以前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知道 其实很多资料 很多记录都会被留存的 好 那我们刚刚看了PowerPoint上面说明 那我们也知道Cookie档案 在我们的浏览里面 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在职场上 其实有很多公司 它可能会为了防止 他们公司里面个人资料的外泄 或者说是各自的被不当的使用 所以在办公场所的电脑里面 都会加上一些软体 那些软体来管控公司里面的电脑 比方说有些城市 它其实是不允许被执行的 执行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执行不了的 会被挡掉的 那么所以有一些上网的行为 也会被管制 那虽然说对我们同学来讲 对我们一些公司里面的 内部成员来讲 是可能会比较不方便 但是因为受管控的这些电脑 其实它经常都有一些特定的用途 所以办公室里面的 或者是学校里面的电脑 那为了一些资料资讯的安全 那实际上我们的单位使用人 也应该配合一些 像是资讯安全的一些政策 然后来让储存的资料 让公司保存的资料 或者是我们联络的资料 能够更加的在某些规范之下来进行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说 我们的电脑病毒部分 另外一个主题电脑病毒 那我们现在的使用者 我们同学之间 其实对电脑病毒这个名词都不会陌生 主要的原因是说 其实我们在这么多年的使用经验里面 或多或少可能同学都有一些 电脑中毒的情形 那真的会造成自己很大很大的不方便 甚至有些同学可能说 我们已经有一个警觉 就是我们在开启一些 可能来路不明的这些档案的时候 可能下载一些档案 可能要去开启它 可能要去执行它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警觉说 是不是这个档案我可以开 是不是这个执行档 这个程式我可以执行它 那如果同学有这样子的警觉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可能会有一些档案 它会 我们可能会因为开启这样子的档案 然后让我们的电脑 会遭受电脑病毒的破坏 那么在现今 比方说我们现在电脑 使用的也非常普遍 其实不是说一个专业的电脑人 那么才会对于 像是电脑病毒有这样的警觉 那其实我们也会建议同学 在使用一些档案 下载一些档案的时候 也应该保持这样子的警觉 来做好防范电脑病毒的准备 那么在网际网路流行以前 其实我们的病毒主要都是由磁片来感染 那我们从图卡上面来看一下 在我们图卡上面说 实际上在我们的网际网路流行以后 我们的使用者 我们同学有更多机会 来用像是来自于其他人的 其他电脑的档案 尤其是我们在公司学校的时候 都有用随身碟的习惯 所以说这种操作的方式 让资讯的传递更加的快速 但是其实对于资讯安全的风险 也相对的增加了很多 好 那我们透过刚刚的图卡 也对这个部分有一些了解 有一些认识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继续 好 所以我们知道 网路带来 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性 但是因为这个方便性 也让电脑病毒的散播 就更加的快速 它成为一个媒介 所以我们其实在使用 这些网际网路便利的时候 我还是建议同学 要保持一个警觉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在我们 也许像是资设会的资料 在2008年的时候 我们的资讯安全 上面的市场的规模 已经有142亿这么多 那么这个部分的威胁 或者这部分的网际 比方说资讯安全的威胁 主要是来自于说 电脑病毒的感染 或者是邮件 电子邮件 垃圾邮件的泛滥 那么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威胁 或者说这样子的 没有意义的资料的传播 实际上我们要花费上 花费的金额 只会逐年逐年的上升 所以怎么样子来防止 来自于网路 或者是其他的 其他的资讯媒体的 这种威胁 其实是我们在 主要的资讯安全的需求 主要的议题 那我们再看一下图表上面的说明 在过去我们认识的电脑病毒 主要是隐藏在一些可执行的程式当中 并且在一些特定的时间自我复制到其他档案 然后在事迹对我们的电脑进行破坏 那么这种被病毒依附的程式 我们就把它叫做宿主 但是电脑病毒进行破坏的方式 我们也知道 它可能会损毁或毁损 我们硬碟里面的资料 或者是在我们开机的时候 那些开机区会去毁损它 让我们没有办法顺利开机 这都是很麻烦很严重的问题 或者有时候 它这个病毒会大量的占用 我们的系统资源 让我们的电脑没有办法顺利执行 这通通都是电脑病毒产生的一些 很可怕的后果 那我们也再从图表上来看 那我们也知道 在现在网络流行了以后 很多电脑病毒 它也已经进展到 不需要这种宿主 也能够破坏使用者的电脑 那么它怎么做呢 这种主要的方法 主要破坏的方法就是 当我们去浏览网站的时候 可能网页里面的某一些程式 它就可以经过我们的网路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使用者的电脑 使用到我们的网路端来执行 那么就会 因为这种想法 我们利用网路联网 我们并没有透过像是水声碟 我们没有用磁碟片 这种方式去沟通 透过联网 某些程式就会被有心人士来利用 就会撰写一些破坏性的病毒 那就透过这个我们联网的时候 就直接带到我们的程式里面来进行 一些破坏的行为 那么虽然说有些在网页上直接执行的程式 它的去破坏硬碟的这种 或毒血硬碟的这种功能 它其实是被严格限制的 但是有些病毒程式 它也比方说 它也会可以利用说 去要求去使用系统资源 然后让我们产生很大的困扰 比方说不停地开启某个视窗 不停地开启大量的视窗 让我们没有办法顺利地进行工作 或者说是 就是等着去截取使用者的账号密码 然后来进行就是 窃取使用者账号密码这种行为 这都是我们会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 很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还是要特别注意 当然这些病毒透过网路来 我们还是把归类到电脑病毒 这一类程式来去看待它 那我们来看看 电脑病毒它被发展到移除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分成几个阶段来看待它 我们看一下图表上面的说明 第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创造期 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电脑病毒会让 会有一些对电脑系统了解的骇客来撰写 对我们的电脑有伤害的程式 那这些程式它主要的目的也是要去伤害 其他人的电脑系统 那我们下第二个 第二部分就散布跟潜伏期 在这个阶段电脑病毒会被隐藏在某些的宿主程式里面 然后或者是放在恶意的网站上 等待不知情的使用者使用后然后来散布开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部分 那我们刚刚也知道这些电脑病毒在有第一第二部分之后 那我们看看它的第三个破坏期 那这个破坏期会有一些特定的条件成立的时候 那电脑病毒就开始产生作用 并且产生干扰电脑系统正常的运作 那我们在这里提到的这种特定的条件 都跟日期时间有关 有时候说特定的日期开始 开始去破坏或者是潜伏了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之后 就开始发作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点 第四点就是扫除期 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可能要利用重新安装系统 或者是扫读程式 或者用以前的备份来还原 那比较积极的做法 当然是我们建议用一些防毒软体 而且要去更新扫毒 然后在病毒感染前 就防止它入侵我们的电脑 但是我们也知道 因为电脑病毒它其实日新月异 为了我们资料的安全 我们其实还是要建议大家用 比方说防毒软体以外 那我们把我们的资料 定期的备份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因为有时候特别重要的就是资料 资料如果损毁的话 可能也就没有第二份 所以我们特定时间的备份 其实对我们的资讯安全 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就是电脑病毒的发展 因为它的发展的分类 电脑病毒被归成很多的分类 所以我们用它的特性简单来分类一下 我们第一个部分来看看我们的有一个叫开机型的病毒 在图卡上面 所以开机型病毒就是感染我们的硬碟或者磁碟的开机区 所以我们在电脑开机之后 电脑的这个病毒就可以载入记忆体来干扰我们的运作 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的开机型病毒 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个图表的档案型病毒 档案型病毒通常感染使用者的可执行党 那比方说副党名是.com.ese这种可执行党 所以感染之后它就可以去大肆进行破坏的行为 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图表 叫做复合型病毒 所以这种病毒它又包括了开机型跟档案型病毒的特性 它会感染我们的开机区 也会感染我们的可执行党 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图表 是我们的聚集病毒 我们的聚集病毒主要就是感染像我们的文章 文件档案里面的这些聚集指令 那这些文件档案里面像是微软的Word Excel 这种档案是我们的聚集的病毒 当我们理解这个聚集病毒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使用的时候 我们经常可能用像Word Excel这样 它其实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执行党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非执行党 可能都会比较疏忽 可能会觉得说它因为不是执行党 所以对我们比较没有什么伤害 可是可能就会有一些骇客 就利用这样的特性 就撰写聚集病毒 所以我们在使用Word散播或者Excel散播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把我们的电脑病毒一起散播开来 对我们的档案 对我们的程式 对我们的电脑系统造成了破坏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图表 特洛伊木马 在我们的下一个就是特洛伊木马 它表面上看起来很像是没有一些无害的软体 但实际上它常有一个病毒 那所以这种电脑 它通常被设定在开放使用的工具里面 或游戏程式 等待了使用者下载 那下载之后 使用者一执行 他就不断地复制自己 或者是进行破坏 或是进行窃取 这都是有可能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图表 大量风暴攻击的病毒 那所以我们在网路进行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会很担心说 是不是在我这个网狱里面 会有一些中毒的电脑 不停地在网路上向外发出大量的风暴 这种大量的风暴 会使我们这个网狱里面的电脑设备 不停地不停地在处理这个电脑病毒的风暴 那所以其他人就感觉上好像都没有办法动了 就进行几乎像瘫痪一样了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图表 网页病毒 所以有一些网页上面 因为它可以利用像是Java 或者VBScript 来写一些程式 所以这个程式可以被 跟着网页下载到伺服端执行的 也可能暗藏一些病毒 同学要多注意 好我们看下一张图表 好所以另外一个叫做逻辑炸弹 这种逻辑炸弹就是说 被意图不轨的程式放在 有些意图不轨的程式 放在我们的特定的程式里面 可能说到某一个时间点 它会进行破坏 这个可能也是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好那么在今天的讲次里面 我们介绍了两个主要的部分 一个是Cookie 让同学知道 其实使用者的行为 它是会被记录下来的 放到硬碟上面的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被追踪 所以我们传送的时候的风包 也会被追踪 另外一个就是电脑病毒 实际上很多病毒的形式 日新月异都会破坏我们的网路 破坏我们的电脑系统 所以同学可能有这样子的理解的时候 可以对我们的电脑安全 有更多的保障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